我打你了 你叫我待在这儿 不准动 我撒酒疯了 世界上有人喜欢惊喜吗 一定有 但我不喜欢 没有什么比未知更可怕的 人类建立规则 就是为了避免未知的混乱 以便最终走向文明 我喜欢我的职业 因为手中像握了一把手术刀 可以精准地切掉那些过度的浴缘 小孩子爱吃糖果 会没有节制地吃 直到吐出来 刚上大学参加派对会喝到乱醉 不舍得走 但成年人不该这样 成年人 就该控制欲望的边界 所以 我把它变成了我的职业 但现在 我要辞职了 我发现世界上有一件事情不能控制 也没有边界 就是爱 它不像文明 有了条理 就可以自始而终 爱很没道理 也没有教程 所有人都默认 长大成人就懂了爱 但其实我们只是装作懂了 那些旧伤口 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 本能的恐惧 都会一直被带着走 如果学不会爱 就只会变老 而不是长大 我要学会爱这些事 我要学会爱这些事 所以 我打算拥抱惊喜 拥抱未知 甚至对人生可能出现的失控 不再恐惧 我要放下我的手术刀 怎么都吓我了 梅如 你回来了吗 我 我回哪儿啊 昨晚你喝了酒 变了个人 你一定要穿我的衣服 说要保护我 却对我动手 我 我打你了 你叫我待在这儿 不准动 说我讲得像福话 说要欣赏我 我撒酒疯了 我爸 我爸 以前喝酒 只会吐 从来不醉的 全怪姜惠珍 你今后 还是不要喝酒了 快 人家干吗呀 昨晚 对不起你啊 你以后让我做做准备 我可以的 昨天也是知道有你在 我不会有事 所以就放风了一些 我会一直保护你 不受到伤害 我会尽量 像昨天一样 天天喝啊 不是 我是说 开心一点 放松一点 这样才会有好事发生 世上原本就没什么咒诅 是不是 世上是有咒诅的 别胡说 连噩梦都还有醒的时候呢 只要肯一点点改善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只要美如说没有 咒诅自然就不存在 这么久 一切都会越来越来越好 económ幕